你知道吗 一辆柴油货车排放的污染物相当于200多辆私家车 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 河北新闻联播报道 为了有效降低柴油货车污染物排放总量 咱河北印发了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开车的朋友都知道 汽油和柴油之间有两个关键的差异 柴油车动力强 更省油 但是烧柴油带来的污染问题也非常严重 从尾气成分来看 柴油车始终难以摆脱散发臭气的形象 原因是行驶时车尾经常会冒黑烟 也就是柴油燃烧不完全所产生的烟雾颗粒和氮氧化物 在咱们国家 柴油车的氮氧化物排放量超过汽车排放总量的80% 颗粒物甚至超过了90% 而且由于柴油发动机的噪音更大 很多烧柴油的城市客车和施工卡车会产生严重的噪音污染 这些污染物不仅对咱们个人 也会对整个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就拿氮氧化物来说 它会刺激和损害人的呼吸系统和眼睛 长期吸入氮氧化物 可能会患上慢性肺病 哮喘 肺癌等疾病 氮氧化物还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分之一 它能形成酸雨 对土壤 水源和植物造成损害 使得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 方案提出了公转铁公转水行动 柴油货车清洁化行动等五项举措 目标是到2025年 全省柴油货车排放检测合格率超过95% 相信有了一系列硬核举措 咱河北的天会越来越蓝 卧能力汲车排放检测合格率超过95% 卧能力汲车排放检测合格率超过45% 卧能力汲车排放检测合格率超过